先來看一下 目前各地的氣溫了 現在可以看到 在目前全台的溫度 大部分都已經來到 25到27度左右 尤其是台北的部分 現在已經將近28度 今天越晚會越熱 主要就是因為 東北風減弱的關係 所以今天接近中午的時間 會感覺到比較炎熱一點 今天您等一下 如果說要外出出去玩的時候 最好裡面穿的是短袖 外面再多加一件博外套 因為早晚的溫差 還是比較偏涼一點 所以提醒您 不要因為這樣的感冒了 不然今天美好的假期又毀掉了 我們接著要帶您來看一下 我們的颱風潛視路徑 有很多觀眾朋友會想說 是不是有兩個颱風 雙颱同時出現 的確是有兩個颱風出現 沒有錯 不過其實對台灣 都沒有直接的影響 尤其這比較靠近我們的颱風 叫做彩虹颱風 它現在的位置 是往海南島的方向去 不過還好 因為這樣子 它往海南島方向去 就對台灣來講 它的威脅性就相對的小了很多 但是今天要特別留意了 如果說也要特別到香港 澳門或者是海南島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航班 因為有可能因為大雨 會影響到航班的資訊 所以確診心靈要特別在留意了 而另外一個颱風叫做彩雲颱風 這個彩雲颱風 目前離我們還是比較遠一點 不過氣象局預估 它的路徑將會是 往日本的東北方海面走 大約預估是在下個星期 也就是這個雙十假期的時候 它會是往日本的東北方走 但對台灣來講 暫時看起來影響還不是很大 觀眾朋友也可以稍稍的放心 不過其實台灣的朋友 要特別留意了 因為今天其實最主要要關心的 就是高溫回升 我們帶您來看一下 各地的溫度了 現在可以看得到 今天其實北部 中部 還有南部一帶 今天高溫預測都會來到34度左右 就跟昨天比起來 其實差不多都會感覺到滿炎熱的 主要就是因為東北風減弱 所以全台都是高溫晴朗炎熱 太陽公公露臉 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先做好防曬工作 有沒有看到現在全台灣 其實今天的紫外線預測 都是過量的等級 所以像這樣過量等級 大約最多在外面曬個20分鐘 你很有可能皮膚就會曬傷了 所以提醒大家 待會戶外活動的時候 一定要多做好防曬的工作 不過至於外島地區 也要特別留意 雖然紫外線大部分 都也是一樣來到了過量的等級 但是今天其實溫度 在外島地區稍微來講 都會是溫度比較低 稍微低一點點 比方說像是馬祖26度左右 金門跟澎湖今天的高溫 大約30度 感受上沒有像本島來得炎熱 不過也是一樣 要特別留意一下紫外線 接著我們要帶你來看一下 就是不可不知了 我們要稍微提醒觀眾朋友 兩件事情 首先因為今天在南部跟中部山區 在中午過後 會有一些短暫的午後雷震雨 所以要上山的朋友 帶拔傘比較妥當 而另外還有要特別留意 一樣是在南部沿海這一帶 在金門澎湖 都會有長浪發生 目前氣象局已經都觀測到了 超過兩米的浪高 尤其像是在小琉球 還有這個紅群半島這一帶 以及澎湖的東極島 這邊都已經超過兩米浪高 都已經來到了這個浪高的境界 所以海邊活動也要特別注意